开始新的一轮实讯了 这次做的是机电一体化课程设计 通过PLC对机械臂和传送带进行控制 接下来看看我们的成果吧 小车进入时电感传感器被触发 PLC输出高电瓶 12V寄电器吸合 POM端的5V电压接入单片机 机械臂一开始启动 当物料取下放置A点 通过串口通讯启动机械臂2 为了防止机械臂相互碰撞 要腾出一定的空间 机械臂2开始启动 当物料从A点移至B点后 机械臂2会通过串口返回动作完成信号 机械臂1会再次给机械臂3发送串口命令 机械臂3会将物料从B点搬至C点 动作完成返回完成信号 这时机械臂1将再次启动将物料送至小车上 动作完成后PLC接收完成信号 通过5V计电器吸盒 COM端12V接入PLC做输入信号 电磁阀动作 释放小车送至下一个站点 往复循环 成果展示结束